作为一名成熟的男性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拥有傲人的胸部 就是那种硬硬的 方方正正的大肌肉块 走起路来还能感觉到晃动 不仅形体好看 穿衣服好看 但更重要的是 它还是力量的象征 是雄性激素的象征 是身体健康的象征 我觉得这才是男性应该有的样子 可是现在看看我们的周围 有发达胸肌的男性并不多 除了那些经常做体力劳动的人 或者是非常在意自己身材的男性 他们会有一身的健脂肉 剩下的男性要么非常的单薄 要么在这个能量过剩的年代 身上装满了脂肪 夏天只要你出去转一圈 你就可以看到 有许多的成年男性 他们有突出的肚子 以及稍微隆起或者是下垂的胸部 我觉得男性胸部肌肉瘦小 可以理解 因为缺乏锻炼 缺乏营养 可是男性的胸部下垂 出现女性化的胸部 虽然这个景象很常见 但是这并不正常 这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这表明局部的脂肪增多了 或者是局部的腺体增多了 这也说明身体的内部 有一些东西正在失去平衡 我老爸就是这样的 曾经当过兵 有力量也有肌肉 但是十多年前他就发现自己男性化的胸部 开始逐步消失 出现女性化的胸部 为此他还看过我们家族的顶级医生 得到的建议就是先观察 实在不行就切掉 同样拥有软绵绵胸部的男性 在我的同事里面也有两个 现在来看的话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就是关于男性胸部的 我会和你分析一下 是哪些问题导致了男性胸部发生了改变 怎么样才能够让你找回男性应有的胸部 你可能听说过 如果男人出现了女性化的胸部 那么这就意味着雄性激素的水平低 雌性激素的水平高 这当然是一个通用的解释 这一点都不错 但是这同样只是在说明了一个结果 一个目前存在的现象而已 正常的情况下 男性体内是有雌性激素的 只不过他们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儿童期和青春期会非常非常少 到了中年和老年 男性体内的雌性激素会逐步的增多 在妇女的体内 乳房的周围 还有臀部和大腿 通常是脂肪分布更多的部位 这是由于雌激素的作用 这在男性的体内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 如果男性体内的雌激素 和高丸激素的比例超过了正常值 那么就要考虑为雌激素优势 这可能会带来男性乳房发育的问题 有哪些事情会导致男性体内的雌激素增多呢 今天我们说几个最常见的问题 但是请记住都不作为诊断和治疗的依据 如果你确实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去医院明确一下具体的病因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在开始后面的两个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先解释一个概念 方向化酶 这是人体里面制造雌激素的一种蛋白质 对于男性而言 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高丸激素 转化为雌性激素 所以只要是刺激了方向化酶的事情 都有可能增加雌激素 哪些事情会刺激方向化酶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中 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例如奶茶 可乐 薯片 还有大量的主食 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糖长期的升高 因为胰岛素是负责降低血糖的激素 所以人体也会产生大量的胰岛素 去维持血糖在正常的水平 那么我们血液中就会存在大量的胰岛素 虽然说长期的高胰岛素水平 是为了保护人体免受高血糖的损害 但是高水平的胰岛素也刺激了方向化酶 转化更多的高丸激素为雌激素 与此同时 吃高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人 很有可能还会出现肥胖的问题 脂肪组织里面也有方向化酶 那么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身体脂肪 尤其是内脏脂肪会带来更多的雌激素 所以如果吃了太多的精致的主食 还有垃圾食品 那么这就会破坏你的方向化酶的活性 导致雌性激素与高丸激素失去平衡 带来男性乳房发育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 喝酒也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长期大量饮酒 就酒精本身而言 长时间大剂量的酒精 也会影响方向化酶 会让人体制造更多的雌激素 这指的是高度数的酒 同时 有的酒里面还含有除酒精之外的 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啤酒和各种调味酒 那么这会让你的身体 摄入过多的能量 储存更多的脂肪 除了方向化酶 是一个引起雌激素增加的问题之外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接触到的塑料 以及各种的人造化学品 这里面有许多类似雌激素的物质 它和雌激素虽然名称不同 结构不同 但是它在人体里面 也是可以发挥雌激素一样的作用 那么这就是第三个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例如许多的个人卫生用品里面的 对枪基本甲酸酯 塑料用品里面的双分A 和零本二甲酸酯 不粘锅里面的全服化学品 洗涤剂中的人积分 以及抗菌肥皂里面的三滤酸 我们的生活中 或多或少会接触这些东西 它会进入人体 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 这相当于增加了雌激素的量 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事情 就是药物 许多的朋友 由于各种原因服用药物 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 也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 这其中就包括对类分泌系统的干扰 常见的有用于治疗前列腺肿大的 菲娜雄胺 治疗胃病的西米蒂丁 治疗呕吐的胃腹胺 以及用来治疗心脏病的 低高心等许多药物 如果你正在服药 并且也发现了自己出现了 男性胸部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你需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说明书 或者是找你的医生进一步的咨询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 可以做点什么来摆脱男性胸部的这种现状 既然前面谈到了饮食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事情 不恰当的饮食结构会带来高血糖 高胰岛素血症 以及太多的炎症 而这正是西方现代饮食模式 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高度加工的食品 大量的食品添加剂 以及无处不在的工业化糖油混合物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饮食中去掉这些不健康的糖类 远离各种含糖的垃圾食品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增加你的血糖水平 增加你的胰岛素水平 这些产品被设计出来 不是为了让你吃得更健康 而是为了让你上瘾 并且吃得更多 是为了让食品工厂赚取更多的利润 那么第二件事情 需要严格控制的就是 纯天然的淀粉类食物 例如大米燕麦小麦玉米 例如土豆胡萝卜红薯 因为这些食物跟过去的品种相比 他们都经过了改良 淀粉的含量也大大的增加了 虽然不是糖 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作用下 可以转化成糖 如果一餐只吃这些食物 并且吃得很多 并且还不运动的话 那么这同样会带来高胰岛素血症 以及高血糖的问题 第三 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使用精炼植物油 尽可能的使用动物油 使用压榨的富含 奥米加3脂肪酸的植物油 那么这是有助于平衡 奥米加3和奥米加6脂肪酸的比例 减少身体里面炎症的 顺便提一下 你在外面买的大部分带包装的食品 由于对成本的控制 他们使用的油 基本上都是精炼植物油 第四个 对于喜欢大量喝酒的人来讲 那么这就不需要我进一步的去强调了 不管你以前喝的是什么酒 白酒也好 啤酒也好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戒掉 当然有酒瘾的人 离不开朋友聚会的人 恐怕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所以逐步的减少饮酒量和更低度的酒 最后过渡到以茶代酒 或者是以更健康的饮料来代替酒 第五点 同样是重点 远离磁激素的类似物 不过 这些东西确实无处不在 我们喝水用的塑料瓶 我们吃饭用的塑料碗 塑料刀叉 以及任何有塑料薄膜覆盖的餐具 都有可能存在磁激素的类似物 在更高的温度下 它们更容易跑出来 进入到食物当中 所以在使用水杯 或者是个人餐具的时候 尽可能的选择不锈钢 玻璃的 或者是陶瓷的用具 在选择个人卫生用品的时候 要注意选择不含防腐剂类型的 最好不要使用不粘锅 以及抗菌肥皂 第六点就是运动 如果你没有吃药 你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不舒服 那么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 是最适合你的运动方法 它可以提高你的高丸激素水平 提高你的人类生长激素水平 有利于减少身体的脂肪 平衡磁激素 以及高丸激素的比例 最后我想说的是 男性的胸部问题 只是全身问题的一个缩影 调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以及饮食习惯 是有机会让你重新获得 健硕的男性胸部的 我是鹏哥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让你有所收获 我们下期再见